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大盒子呢 星星打开了以后 发现呢 它是这个大家所谓说叫做高尔基第三代 这个MP5 其实呢 这一款呢 据星星所了解 它呢 其实跟之前的两台产品 它的这个外形其实是一样的 是有少部分的修整 但修整的部分 星星一会儿会给大家做一个讲理 当然 看到这个盒子里以后 星星想说高尔基团队还是蛮环保的 没有在去像之前去用那个打盒子 去用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包子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盒子呢 这个小盒子呢 它里面是一个 哎 这个是星星比较喜欢的 也是大家就是玩家这个比较喜欢这个高尔基玩具的 这些玩家们比较 期待的这么一个 哎 弹幕 这么一个弹幕 来自高尔基出品 这么一个弹幕 呃 然后我们再看 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哎 这个是星星特别喜欢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这么个 呃 类似的尼龙的材质 应该是尼龙的这么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 呃 鱼骨套架 当然 它是起到一个装饰美观作用的 可以说在外面夹一些东西 还夹一些配件 那当然 它也有一些侧挂的这些导尾片 嗯 还有这么一个 呃 后托的这么一个 可以就是做转接的这么一个 啊 套架 那么说 我们呢 随着摄像机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组装起来 来看一下 组装后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已经把它安装好了 嗯 可能很多玩家该说了 说 哎 这个现在好像彻底跟之前有一个变化 当然 星星后边也摆了一个它的这个 杀 杀色的这个 啊 大家所谓说叫做二代的这个MT5 这一款玩具 哎 可以看见 完全就是两个样的 完全是两个样的 当然 这一次的这个 呃 第三代的这一款产品呢 它本身其实也附送了这么一个弯的弹侠啊 但是呢 星星没有使用 因为星星把这个 呃 呃 收到的这些呢 尽可能的都把它装到一起了 那么说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了 呃 首先先说这一个叫做 呃 因为这上面有一些刻字啊 星星可能相机不一定能看清 星星给大家念一下 这个叫做APX 这么一个呃 呃 呃 鱼骨的套件 它呢 材质是这种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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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它也带有这种叫做 喷沙 呃 因为之前星星也了解到它的玩具 总体都会用一些女龙家剥鲜混合的这么一个材质 当然 这一次它还是延续采用了这种材质 这个材质非常的棒 手感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 左边 右边加上这个上面下边都带有这个导轨 导轨是21毫米的这么一个导轨 供大家可以挂一些装饰件去使用 那么说 安装那个导轨以后呢 只需要你把这一个下边 下边这个拿下来 不需要它直接可以将这个导轨两边 它是形成两片的怎么去扣在一起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螺丝 将这些螺丝后边都是这个六角的这种螺丝 将它起到一个固定 就可以完整的保障安装好 它没有什么难度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按上 当然这个导轨呢 导轨呢 都是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有孔 而且这个螺丝是反向的 特别提醒大家 它是反向的 就是说当你在安装这个的时候 不能最后去按这个导轨 而是先在鱼骨分体的时候 先把这个导轨片一定要安到你理想的位置 然后再进行这个整个将它与玩具进行一个结合 这么一个安装 然后说到这呢 我们来说这个就是这个蛋骨 这个蛋骨配件 它当然每一个都是一个单独的配件 这一次呢 它除了几块配件 包括了一个三代的这么一个整体的玩具 那么说这个这个蛋骨呢 因为从拿到手信息 还是就觉得高尔基团队的这个材质 真的是非常的棒 而且呢 可能相机体现不到 但是说在这种灯光晃的情况下 明显看着有点像那个 星星点一样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只有拿到手才能去看到它真正的这么一个效果 当然它还有他们的logo 上面写的是这个高尔基的2017出品 剩下的这些我就不大清楚了 大家可以通过相机来看一下 很认真的一个团队将它去做了一个刻字 然后说到这呢 它本身呢 也是这个电波轮式的 在上面有两个金属点 这边有一个主弹器 主弹器是完全是结合到三通的时候进行分离的 然后装弹呢 只有这个一个位置 将它旋律打开 将这种装弹 这一个蛋骨呢 星星大概撤了一下 它的装弹大约能装500发左右 大约这样 因为这个属水弹呢 对星星来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 所以说星星给大家撤的呢 这是一个大概500发左右这么一个水弹 然后将它扣入零上 然后再说呢 就是这一款呢 这一款套件呢 它也有一个 这么一个套件 这个没有 我星星没有给大家安装 它呢 是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这个套件是起了什么作用呢 据星星了解 它呢 这个后边有一些这个螺纹 它呢 是便于大家使用一些三方的 这么一个就是后拖芯 想必大家 可能有些玩家手里都会有 进行一个旋拟 然后将它形成一个正常的转捷 正常的这种拖芯 然后可以供大家去使用一些 其他的这种后拖的更换 当然星星是没有这个拖芯 所以说 没办法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 它是起到一个替换的作用 然后说这个 大家会说了 说这个三代这个 就是高尔基的这款玩具 它还有什么有种不同的之处呢 然后说星星拿这个二代做了一个对比 做了一个对比 大家 可能现在是看不出它俩有什么不同 但是星星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真的有改进 改进在哪里 改进在这个 大家注意到这 星星手指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位的明显有一个小小的凸柱 然后大家再来看 我现在手里这个二代 这个位置是平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星星也求证了一下高尔基的团队 高尔基团队呢 这还不太好放 高尔基的团队呢 就是给星星的一个解答 就是说 有很多玩家会更换一些 三方的整体后拖 这个整体后拖呢 因为 以前很多玩家提出了这个 就是意见 就是说在这个二代 这个玩具上在使用一些三方的一些后拖 它在安装的时候比较麻烦 所以说 高尔基团队这次特别修正了这里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些三方的后拖的时候 在往安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其余呢 像这一款玩具 它的这个 鱼骨这一块的安装啊 包括这些 配件的安装啊 包括这个下边这些镂空里啊 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跟二代都是一样 它没有什么变化 而且呢 这边呢 这个可以拉动的 可以拉动的这么一个 类似于拍摄方的这么一个装饰啊 包括这上面可以去进行旋径的 这么一个设计啊 它都是有的 而且呢 这个 这个 类似于瞄准的这个 在这个虽然上面有导轨的话 但是 它也可以进行一个这么的瞄准 而 而 独自若完全被盖住 想必须他们在这个高尔基团队 在设计这个的时候还是想的比较周到 那么说 大家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装饰件 它都是非常的漂亮 那么说 最主要的就是 有人说 曾开玩笑说 说高尔基的这个玩具啊 三秒针英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载弹量真的太少了 那么说 这一次呢 高尔基团队出了这个 这个 弹鼓了 那么说 这个弹鼓 实际使用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正好拿着这个 酸奶的这个玩具 然后呢 进行一个安装 我们到室外 进行一个测试 而且 这一次 我们会用 呃 内部的波箱 要用一个超高速的这种 出弹的这么一个 呃 波箱 进行一个测试 看看它能不能去应付得了 我们使用相机到外面 进行测试 呃 欣欣带大家来到室外 进行测试这款 来自高尔基玩具出品 这一款弹鼓配件 那么说 说到这个弹鼓配件呢 因为上一次 星星在给大家测试这个高尔基的这个 玩具的时候 也测试过弹侠 当然它是用锦明的原装波箱 用上7.4电池 大约每秒出弹应该是在 呃 七颗左右 这么一个 很多玩家呢 跟星星反映说 呃 一定要看11.1电池 在使用高速波箱 也就是说 电机在更换以后的 这么一个效果会怎么样 那么星星今天呢 那么就在这里面装了一个叫做 魂系波箱的这么一个 在建立在锦明波箱的一个升级的这么一个 套件 呃 这一个波箱把它放里 呃 它的每秒呢 能达到20颗左右这么一个出弹的这么一个速度 那么说 这一款波箱本身也带预工弹模块 在这里 那么说 现在我开始把这个弹鼓将它安上 我们进行一个高速的这一个出弹的一个测试 来测试这款弹鼓会怎么样 好 我现在开始安装 因为它本身自带预工弹 啊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好 预工弹已完成 我现在呢 这边有一个吸吹宝 当然这一次星星 并不是给大家要做这个距离测试 而是测试这个弹鼓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 它的弹是否顺畅 那么说 我现在开始准备 一 二 三 开始 好了 OK 通过视频 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弹鼓的它的这个弹弹效果会是如何 那么好 这一期的这个高耳机的这一期的配件 就是一个视频 我们就做到这里 想看更多水淡玩具测试视频 请通过以下方式关注我们 爱生活 爱低调玩 我们下期再见 是 0 2 5 W